哎,我这个蒙古奶酪大饼的面皮可是绝了 超级松软,易化口,却又有延展性 你看包进这么多馅儿,依然不会爆 家里的小朋友爱吃的不得了 喜爱程度已经超过披萨了 咱这个馅儿也有讲究 可不是包进奶酪就完事了 因为啥呢,我后边再说啊 先来和个面皮儿 非常的简单,一鼓闹,把东西都放进来 握匀到有一点点筋度就行了 也不需要手套膜 它本身面团比正常面包面团要干一点 是对的状态 你看最后的状态它不粘手,不易破 膜光滑就可以了 切一块看一下,拉伸开,并不容易破 是有一点延展性的 那这个延展性才能保证最后 即使多包馅料也不会破 面团折叠收圆以后啊,发酵60分钟 家里如果冬天冷啊 尽量找温度靠近30度的环境下发酵 发酵的时候啊,先来把奶酪馅做好 这个馅呢,简单,但是非常的好吃 我看很多酵成都只添加了奶酪和糖 那其实刚烤出来还行 但是稍微凉一点啊,奶酪它不拉丝的时候 馅马上就硬了,不好吃了 那我加入了一半的卡士达酱 口感呢,润了很多,奶酪也更糯 那这个卡士达酱啊,你可以用酸奶完全代替牛奶 味道也超棒 我会把配方中酸奶的替代量也写到最后啊 然后卡士达酱呢,都会做吧 这个馅的卡士达酱可以熬的稍微稠一点 毕竟还是要包进去做馅的嘛 太稀了也是容易爆出来 接着就是熬到这种程度啊 稍微稠一点就行了 然后它凉了以后再凝固一点 接着用保鲜膜把面,贴面封上 防止酱的结干皮 然后放在窗口啊,或者哪凉的地方 让它迅速冷却下来 再把冷却后的卡士达酱和马苏里拉奶酪 1比1的比例混合均匀 马苏里拉奶酪我是非常推荐用安家的了 它这个是原制的奶酪 你们知道原制奶酪啥意思吧 拉丝效果呢,是我用过奶酪里最好的了 还兼顾了奶酪的原香 它吃起来呢,没有再制干烙的那种胶质感 然后现在发好了面团,均分成两份 分割后再给它滚圆,松弛30分钟 接下来啊,就一定要按我说的多松弛啊 你不松弛的话肯定要爆馅的 别着急,着急吃不着好大饼 松弛到啥程度呢 按压有指纹不回弹,擀开也不回缩 接着把它擀成中间厚四周薄的圆饼 把刚做好的奶酪馅包进来 大概250到260克一个 然后包的时候啊,注意点技巧啊 从一头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中间提拉着叠褶子 不要着急一步到位,慢慢的去收拢 然后把这个收口啊,完全给它捏紧 在捏薄以后折过来 这我称呼它叫双重缩边 包好了别着急擀开啊 用手把馅呢,先给它按压均匀 松弛10到20分钟 因为封口还比较紧,不松弛一擀它就破开了 你只要松弛到位了,上下再撒一点粉 然后先用手去摸索这个馅 把它压扁一点,再轻轻的去擀 擀的时候呢,擀面杖尽量不要一气的擀到底 因为里边会有一点空气 从中间擀到边,轻轻的越过去 别把四周擀破 如果你一直往四周擀,会导致馅料全跑到边去了 擀到厚度大概是2厘米的一个大饼 再用手啊,把四周的馅料往中间拍均匀 天冷,这个饼皮发酵久一点会更松软,化口性非常强 这个饼皮啊,真的很好吃 那发酵到位以后啊,刷融化的黄油 表面再撒一点芝士粉,没有就不撒 接着在表皮上扎点气孔啊 让饼里边的空气在加热后有一个释放的出口 然后别扎到底儿 烤箱上下火190度20分钟 烤到上下都上色就行了 你就按我这个说法来做一次啊 这个馅儿能包的又多又不会爆 馅儿越多越好吃 软糯拉丝啊,快去做吧 简单一做,即使凉了它也好吃 别忘了爱的为山尼做面包交作业啊 下期见,拜拜